在这个世界壁垒分明而不同的阵营 不断地拉帮结派的情况下 我们看到今年各国元首穿梭外交的情形特别频繁 美国总统拜登结束了对法国的国事访问 拜登这次和马克宏在乌尔战争还有以巴战争 这两场战事上他们的立场完全一致 而另外还有一个让他们产生重大交集的 就是联手对付的中国 他们说要对付中国的不公平贸易 还有就是中国的产能过剩 另外共同维护印太地区的自由航行 拜登重申美法之间甚至欧洲盟友 对维护区域稳定来讲都非常重要 分析家的看法则是 美国的实力已经大不如前了 他非常难以兼顾欧洲局势和亚洲局势 因此对于美法之间的合作还有安全承诺 其实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 上周亲赴巴黎展开任内 首趟法国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拜登 五天访问期间 除了参与诺曼蒂登陆80周年纪念活动 更与法国总统马克宏 一同为凯旋门下的五名战士木献花 并添加地上的永恒火焰 两人紧接着展开多场双边会谈 对于当前欧洲最关注的乌俄局势 双方不仅重申将继续支持乌克兰 更对于运用被冻结俄罗斯资产所产生的利息 援助乌克兰达成了共识 在以色列和哈马斯冲突上 两个人也都对四名以色列人职获救表达欢迎 马克宏更表示支持拜登的停火协议 至于在招待拜登的国宴上 马克宏也为两国长期以来的紧密盟友关系干杯 除了备受关注的两场战争局势之外 当前还有另一个主题 是美法两国总统必须共同应对的焦点 那就是中国议题 除了马克宏向拜登通报 上个月与习近平的双边会谈中 曾经提及区域冲突 以及对台海等东亚情势的担忧之外 拜登也向马克宏透露 他四月与习近平通话时 习近平对于美国要向中国电动车加征关税表达不满 拜登在电话中清楚说明 美方有必要加征关税的立场 这番自我捍卫让马克宏颇有共鸣 两人一致认为需要加强合作 来应对中国的不公平贸易与产能过剩 除了针对要如何加强 彼此对于中国进口产品抵御能力的可行措施 加以讨论之外 拜登与马克宏在会后的联合声明中 也表明双方将共同捍卫印太地区的自由航行 拜登跟在周日结束访问前 特别前往法国北部的美军公墓 向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丧生的美军亡灵致意 拜登一方面借由这趟行程 暗批前总统川普任内看清欧洲盟友 以及川普2018年访问法国时 取消美军公墓行程等做法 另一方面也重申 美国必须坚定维持与法国等欧洲盟友关系的重要性 但对于欧洲盟友来说 这一切仍充满不确定性 美国第一是美国第一 美国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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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的现实是中国已经成为美国主要竞争对手 连美国议员都坦承 要同时完整兼顾亚洲与欧洲情势 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 也因此在安全议题上 法国总统马克宏多次高声疾呼 欧洲要战略自主 希望构建共同的欧洲防御体系来加强欧洲大陆的安全 至于在经贸议题上 欧洲与美国联手应对中国的共同行动则更加成形 例如周四将在意大利节目的G7峰会上 各国传出将联手阻挡北京对莫斯科的经济支持 包括对中国小型银行发出严厉警告 禁止其协助俄罗斯躲避西方制裁 此外美国政府也将宣布新一轮 针对金融与非金融目标的制裁措施 试图借由阻挡经济输血 来增加对莫斯科的施压 以便尽可能结束欧洲大陆上的战火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